好 我們現在要進廊了 船父準備找浮標開始定位 好 船長找不到浮標 蛤 怎麼辦怎麼辦 船長 我們有方法可以找到浮標 哪裡 有什麼方法 好的 要怎麼解決掌潮石浮標末路水中的問題呢 那就來欣賞本實驗啦 好 現在是位掌潮石的水位 然後我們看看掌潮石會發生什麼事情吧 開始下水 好的 現在水位慢慢的升高 讓我們看到我們設計了 這個改良式的伸縮浮標柱 會有什麼樣的情形發生吧 好 水位慢慢來上升了 好了 在上升的過程中呢 我們看到這是因為浮標的浮力帶動我們的整個裝置 然後讓線伸縮 讓浮標不會陌入水中 好 我們看到線現在慢慢的上升了 OK 關於機械裝置長期至於海中的問題呢 就會有生鏽啦 然後一些腐蝕啦 還有一些海底生物附著在這個裝置的上面 那改正池問題呢 我們想到的 利用防止生物附著的有機的一個塗料 塗在這個裝置上面 可以防止海洋的汙染 然後呢 我們還有加噴氣在這個上面 讓它不會生鏽 保持到這個機械裝置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好 我們剛剛水位慢慢來上升了 好 準備可以關水了 OK 這就是我們改良後的一個浮標的主題 跳了 跳 好 一 二 三 工廠找到浮標了 哇 太棒了 這樣一來 以後我們就不用怕 找不到浮標了 工廠實驗可以得知 如果是水位高或低 這個裝置 都能隨著水位的高低 來做長度的一個變化 讓航海人員能節省時間在定位上 如果將這個實驗商品販賣化 想必可以在浮標定位上 帶來一個新的里程碑 謝謝大家